好 接下來要訪問的一位是 她在一年之內看了 將近600家房子的豔麗小姐 我沒有看到600家 妳太太住了 我看100多間 為什麼看這麼多房子 她很喜歡看房子 她看鍾永和對不對 其實台北縣市都有看 那您這個看屋一年的經驗 100多家的經驗 可以分享一下 可以 坦白說 這兩三個月完全沒有看 因為最近這兩三個月 比較認真看股票 所以都沒有看房子 那其實我特別想要補充一下 剛剛張老師講了 有關供需的問題 因為美玲姐剛剛有問一個問題說 那股市也沒有基本面 股市在講什麼 那其實我覺得任何一個商品 不管是房地產也好 或者是石油也好 任何一個商品 供需只是決定價格的 其中的一環 其中一個因素 那決定價格的最關鍵因素 是有沒有資金去炒作 各位可以去想一想 我們以油價來說好了 油價今年的需求還是衰退3% 全球的需求是衰退3% 可是憑什麼 今年的油價會從低點一桶 33塊美元漲了一倍 為什麼 就是因為有一堆資金 不斷的想要再進去炒油價 然後希望再從這個油價商品裡頭 做一番的獲利 那事實上呢 其實有很多的統計數據已經出來 就是說其實有很多的石油的金融工具 包括石油的ETF 或者是天然氣的ETF 或者是石油期貨 它不斷的就是說從今年以來 1到5月 它所吸引投入的金額 是比去年同期還要多的 換句話說就是說 其實還是有非常多的投機客 我們不要說他是投資客 非常多的投機客 希望藉由這些炒作這些商品來獲利 同樣的現在我覺得房地產 目前的狀況也是一樣 雖然老師的這個學問 真的是非常的淵薄 然後也提供了我們很多數據 可以參考 確實我覺得供需面的狀況確實 現在空物率還是很高 可是如果真的是有這麼多的資金 在炒作的話 我覺得短期之內房價 不是 應該是說短期之內房價 要立刻下來 而且幅度那麼大的狀況 我覺得比較不太可能 短期不太可能 可是慢慢它會往下走的 對不對 但事實上我們剛剛講 其實邏輯都在講 股市跟房市好像一樣的邏輯 因為他短暫為一個投資的一種 資金行就投資 你知道資金行就是有進有出 你有進的話 你如果進去不出來就不會賺錢 因為投資就是要獲利了結 那看什麼時候獲利了結 那現在問題房子不太好 房子我讓是住的人為主 住在那邊為主 而且我們根據過去的判斷 大部分的房子 其實都要住人的為主 因為空屋的人其實你知道 房子空屋的人 會越來越差的 會折舊的 對不對 那就不好的 所以很多人在租房子 出租給人家 現在我們的出租的市場 並不理想 所以再另外說 大家做包租公 包租婆 這事情目前在台灣來講 並不是那麼有效率的 其實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 我只要講 因為我碰到有一些商界的朋友 那有時候吃飯 有時候是打球 他們就會講說 其實接下來 六月底要公佈那個入資 來台灣買廠房 買辦公室 買住宅 這樣 還沒有 住宅 是不太介意 可是老實講 因為要開放中國的廠商來這邊 你覺得他如果請中國的幹部 或者老闆來 要不要住 要 你只住飯店買也不可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最終還是得開放 可是如果你有錢來這裡 他總是買比較高級的 很多人就把很看好這一塊 你看怎樣 我覺得剛才講 當然入資行情 我們不能說沒有 的確有人真的要來居住實用的 當然我們能夠開放多少 大家也曉得台灣其實密度很高了 你真的想要能開放多少 我想在我們所有的研究裡面 其實很有限 我問一個夢幻夢迪 他的財力可以把整個台灣買下來 當然可以 如果你要真的開放 日本就真的要買過紐約這些東西 其實後來也死得很慘 你看到這樣的情形 因為真的你要去要long stay 真的要長期居住 我覺得這個裡面牽涉到 會不會他有這樣的一個思維 他有想 可是我們能不能提供這樣的一個環境 所以這裡面現在看到其實都是什麼 都是我們在炒作錄資這件事情 我們在炒作 我們在炒作 其實從去年開始一直都在 實質會不會有這些例子 實質我要告訴大家 如果今天兩邊開放 你要看到大陸的 大陸比我們經濟成長高 還是台灣經濟成長高 大陸 對不對 今天哪邊 假設大陸的錄資 他覺得哪邊有利可投 對不對 我才從廈門回來 其實他們都覺得 兩邊開放之後 其實是台灣要過去的 OK 那邊更有活力空間 他們不可能來台灣 因為台灣的房產的 這個投資的環境 非常的成熟 非常的 細分非常多 你根本在大陸那種初放市場 他根本沒有辦法在台灣競爭 聽說台灣 他覺得台灣的平數都太小 基本上跟整個邏輯都不太一樣了 我們的管理維護是很好 他們基本上是很 不交管理費 或者管理都比較差的情況下 那他們的居住 他們大概不太可能在那邊投資炒作的 那他要讓他居住可以 他如果想去說 可是問題是我們台灣容不容許說 我們開放這個10萬人 或者20萬人 大陸人來這邊居住使用 我想這點大家是有憂慮 所以背後大家就知道 如果這樣開放 其實到最後其實我們是利不得 得不償失的 這個必多於利 因為整個房價被一些 所謂炒作所造成 我們自己負擔能力又負擔不起 譬如說廠辦廠辦要買 台北市廠辦要買 因為錄製會進來 但是張老師不這麼看 市場已經有聞到錄製的味道了嗎 我覺得在只有深入市場 才能夠了解市場 一個人的言論當然也沒辦法撼動市場 那我們在市場上面 我們接待過的錄製是有的 都在看 那到底都想說看了房子 然後這個車開出來 他說他喜歡喜歡 可是現在出了價錢 是跟市場還是有落差的 殺他殺得很離譜嗎 不代表他沒有實力 只不過他就像我們 我們到中國大陸上海去也是一樣 但是這個開放一定會有自信過來 不能說沒有 就是說現在他有能力的話 他到了美國去買洛杉磯的房子 是一樣的 所以他到台灣來 台灣的時候 米歇都早期 我們二三十年開放到上海去說 我最好有景色在哪裡 我最愛普希 現在說在哪裡 在花木 花木很高 所以我們知道說現在說 我在台灣一棟房子 在台灣再來101附近 很有名 在哪裡 可能照揚美三峽或者是 他覺得是他這個地方沒有人知道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針對 他來到台灣的價值 所以他要說 大陸人的什麼 他那種炫耀性的能力很強 比如說 我們看到那個電視新聞的時候 今天他來看日月潭 是看那個鏡 是看那個舊頭在那裡 要拜託那樣的照片 所以你發現他說 日月潭那三個字 就是一個十倍而已 所以你要說 這是他們一個星期 所以每一團每一團過來 大陸13億人口 他起來要出來 幹嘛打呢 那就請日月潭風景管理處 立十個杯 對 那就解決了 所以他到 都要搶一個籃球 每個人搶一個籃球 假設你假如看到說 在信義計畫區的那個施工 硬家丟起來會找到大陸人 你應該警覺到 大陸是大陸人的時候 那種消費潛力是 沒有辦法去估計的 假實在話是這樣 所以我們發現說 假設今天開放他們的房地產 你剛剛提到了 今天你設工廠設公司 你想想看 假設今天你挑了一個 我不管了 就挑300家企業 他的企業不只是300家 一家來給你搞300坪 9萬坪就不見了 9萬坪 他包括在台北101附近的話 沒有9萬坪 他現在空著2萬坪 一次掃不下去 掃不下去 掃不下去 因為這是一個公司 來決定這個租金的價錢 同樣的 你說今天很簡單 我身價有300億 你台北是構稱豪宅的 不要三宅版豪宅 就豪宅的 構稱豪宅的話幾戶 一戶多少 一戶多少 三百戶 總少 大概三百戶這樣 你認為他300億拿不出來嗎 你嚇一跳 好像中國要買光台灣人 他假如是這樣的話 今天很簡單 你看完我買我就買了 你看完我設辦公室 怎麼不讓我買住家 那住家你還管我說 今天我也買不起 他會買得起嗎 我就有請問買的時候 我要等增值啊 他還是買下來要等增值 所以你說的是說 現在我們要去買101附近嗎 那就沒有啊 沒有啊 你算那個路數過了很簡單 我接待過一個路數很簡單 他說你幫我找 這個樓高要20成左右以上 我單層面積要三四百坪 管理要好 地段要好 要新的 我說你是叫我摘天上月亮 洗一下再聯絡 五幾而已 洗一下再聯絡 沒有嘛 沒有就毀嘛 為什麼 找不到啊 他們要求比較高 沒有你說平數要大 要幾樓 然後全買管理要好 然後台北市一關選擇 要2.6米 台北市沒有這種東西 你看有沒有 就輸得出來嘛 就集中所謂不要講個案 就輸得出來 所以你想想看 還好他說 我現在買個五十億一棟 一百億一棟的道路 你找我 真的有人在開嗎 有啊太不 要一棟五十億一百億這樣買喔 是啊 要不然呢 我是一個企業嘛 我一個企業 我這個企業怎麼會放在三峽 跟林口跟淡水呢 我今天放在最好是101 他們印象中101 最好是進到101 住家最好在101附近 他們只認了101 我看到其實真的就是這個說法 叫做炒作錄製還錄製炒作的意思 從去年到現在 這個應該是集中在 真的是集中在台北市中心的區塊 就信義計劃區還有市場附近 我知道是集中在這個區塊 很多人都把它一直往上延伸 很多人是拿這個集中區塊 來炒邊邊的房價 就跟你講 那邊都已經降了 這邊這樣算便宜 我覺得是這樣 可是坦白講 剛剛講的這個中心的區域 它每天 就是張老師你認為的夢幻價格 每天都有人在成交 對啊 那不要說像我們中南 不像我住 我住太平台中太平 我們是完全沒有漲的 這就是剛剛老師講 一個台灣三個世界 這是其實台北縣市以外的房價 其實很多地方是沒有收費 太平一坪多少錢 其實我還沒有看到說 他們會去買到那個中南部的 什麼不動產 大陸啊 沒有啦 你去他們玩是可以 所以他只炒作台北市 如果說剛剛嚴總講 事實上他來了 如果一萬人或多少家 都會買到 全部台灣都買掉了 那你會說台灣都漲了 這種人要做配料 這樣講法當時 就是說 市會上大家有點擔心 你看到去年不是有人 傳到台中嗎 還記得嗎 炒樓團 結果後來還簽約 還跟你異象書看那裡 結果後來是沒有了嘛 沒有喔 那當時都沒有買 他有買嘛 沒有啊 他股票先漲幾天了 對啊就是 所以他就炒作錄資嘛 對不對 他拿這個畫起來 當作炒樓 因為是台中現在的房價 是沒有漲漲的嗎 沒有啊 沒有稀奇了